大家好,我是Shinis,为了带来Dead Cells的游戏,康师斌 上一期呢,我们也是首次把这个游戏中的一个BOSS给打过 当然说,打完之后,在一张新的地图中呢,也是 马上就又跪掉了 当时我看了一下,应该好像是 就那个新的地图中,类似于那种 应该是自爆蝙蝠,我们是被什么打死呢 是被这个自爆的蝙蝠给炸死的吗 就叫自爆蝠啊 可能不是被这个东西打死的 是被... 被僵尸打死的,我们之前有被僵尸打死过吗 可能是没有吧 我觉得可能主要伤害是来自自爆蝙蝠 当时我觉得血还是蛮多的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直接被打掉了 这样,这回呢,我们也是 我觉得整个我们的...就是... 怎么感觉那个紫水晶跟闪光的地方不太一样呢 这个还是我的问题 攻击的话呢,还是要先去攻击远程 而不要要打...打金战是不太好的 像这一期呢,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在上一期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获得了这边这个传送符纹 等于之前有一些摩擦的那个... 中吧,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总之是一些符纹 现在呢,是可以...可以使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的探索 应该是会...会更有帮助的 等于是可以去探索到更多的新的地区 上面有个飞刀 在左边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好像是获得一个... 诶,这怎么上不去呢? 获得一个图纸的地方 好像是...是一个弓的图纸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飞刀觉得还是还是蛮好使的 主要是它速度很快 这边往下走 下边好像是个...是个商店 嗯...闪光手雷我是觉得不错 这边呢 伤害降低15% 盾 我觉得还是买这个卷轴了 卷轴的话还是觉得... 生什么呢?觉得还是加力量吧 血可能也是不错 不过这个游戏我感觉上就是你死的非常的快 就是敌人的攻击力还是...还是太高了 所以说...还是我觉得就是去... 保证你的血呢 大概就是不要被敌人秒掉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 就全部提升攻击力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合理的一个打法吧 上面又有一个攻击力啊 这个还是...还是蛮不错的 你过不来,你过不来 嗯...这好像是冰冻手雷是吧 我觉得... 诶... 我觉得我现在钱也是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等一等吧 感觉上冰冻手雷... 没有闪光手雷要好使 哦...又一个复活的心脏 这我觉得一定要买 我觉得上一期我们就是能... 第一次打这个BOSS给打过了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 就是因为有一条命 等于是你可以... 正常情况下 我猜要是没有这个复活的话 故意可能是... 诶...剑眼BOSS 然后死掉了 可能就要重复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见到一个新的敌人 是会...尤其是不太清楚敌人的攻击模式 被杀死 等于是你需要至少要... 现在就是开荒几次 才能把这个...把这个敌人打过 现在呢等于是有了这个复活 是觉得你是可以... 可以免去这么一个过程 嗯...这个不太喜欢 这是一个...陷阱 好像是...诶...那边看着一个传组符文的鼓标 好像地上...不是地上...就是这个墙上 应该是...有一些隐藏的一种符文 我也是...最近没有怎么... 怎么怎么看 应该是要... 就要多去关注一下的 这是能把我带到哪呢 哦...这个不错啊 嗯... 这个后面是一个什么...一个...一个台子 上面还带...带有血... 我以为是... 我比较好奇啊 但是有手雷...有补兽尖 这么长一条路怎么弄成呢 这个...不太好啊...前面有... 诶... 好像这个...人已经被我...被我消灭了 好吧... 这是什么呀... 毒... 小心... 说请不要尝试去...就是...使用这条捷径...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就是你的装备不好的话... 说你已经被...被提醒了... 呵呵... 藏骨堂... 哦...这...这之前... 我们应该是...就是... 就是... 在之前探索的时候...等于... 在这个地图上有看见过... 就是一个很...很奇怪的... 这个藏骨堂的一个图标... 等于是你是通... 要通过这个传送符文...等于是可以... 就通过传送符文...等于是要来的这个地方... 我猜可能就是... 一开始嘛...解锁那个脑脑... 就是那个...那个... 叫... 曼腾符文... 现在又是解锁了这边这个摩擦的... 传送符文... 不应该这么走啊... 我...可以直接传送... 我在这可能就是游戏的... 类似于是... 类似于我猜的... 可能是一个... Hard Mode一样... 有点像...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ISIC里面呢... 它一个... 一个... 关卡的一个难度设计... 可能是... 前几关... 比如说是... 嗯... 怎么这... 这人一下就死掉了... 像可能有... 这个第一关... 比如说是... Basement... 可能你有时候会... 随意到一个... Burning Basement... 可能就是... 更加的... 更加难打一些吧... 我猜可能他... 我猜大概是不是... 这么一个样子... 但是你是可以... ISIC好像... 前几关就是你... 它是随机... 随出来... 有时候你运气不好... 可能会随机到... 相同的一个... 模式的一个... 更加难的一个版本... 但这边呢... 可能你就是... 可以去选择... 像这第一层... 应该是已经探索完了... 等于是... 一开始... 没有符文的时候... 你是没法去... 这个猛毒下水道... 就没有这个... 慢腾的话... 然后你... 后来是... 获得了... 传送符文的话... 是可以去仓库堂... 比较... 有意思... 嗯... 我们之前... 应该是... 猛毒下水道... 是吧... 我们之前... 应该是... 有打过这个... 猛毒下水道吧... 当时... 之前应该是有打过啊... 我们是不是... 我觉得是... 我们是好久没有打... 这个... 我才发现... 我才发现... 我们这回的... 这个... 移动不太好... 我们是很久没有打... 这个... 有罪者大盗了... 我觉得我们去... 打打那边的一个东西吧... 这... 我觉得这应该是... 游戏一开始... 就是...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路径... 可能算是最简单的呢... 但是... 我是... 我有点... 一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没有... 我们有些东西... 还没有探索完全... 在那个... 那个地方... 有什么新的图纸吗... 好像是没有... 这个火焰手雷... 是不是还没有解锁... 好... 解锁的图标... 应该都是... 浅色的图标... 这是没有解锁的... 这是... 等于... 红色东西是没有解锁的... 但都是弓... 我觉得... 这游戏中... 主要输出还是用... 肉部武器来输出... 弓可能是一个辅助武器... 这是技能... 我觉得把这个火焰手雷... 尝试解锁一下吧... 嗯... 现在好像是看不了了... 上一关好像商店里有一个... 有一个升级的图纸... 我有买过吗... 好像有买吧... 可能忘记了... 这个习惯也是... 这就是我走的... 打得太大意了... 可以说的... 这个还有人吗... 有一个人... 哎... 哇... 先加血吧... 中招了... 不应该... 不应该... 走得这么鲁莽啊... 等于是没有... 没有观察下面是什么... 就直接是跳了下去... 等于是你卖... 还是卖卷轴... 这些东西呢... 护石我估计就... 就算了... 我不再清楚... 尤其能不能解锁说... 你可以带两个护石... 或者说... 比如说能带戒指之类的一些... 一些额额的效果... 这些都是... 月光护石... 这应该是黄宝石护石... 这是红宝石护石... 你受到伤害会反噬... 反噬给所有敌人... 嗯... 我觉得还是加力量啦... 可能有点... 就那种... glass cannon的一种打法...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 目前的... 给我的感觉还就是... 你死得非常的快... 所以说有多少血... 我感觉上没有太大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在... 就是在... 就是在敌人等于是能... 把我们等于是给... 攻击之前呢... 我直接把敌人打死... 应该算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像现在等于是... 我现在两... 随便打两下... 就能打死一个敌人... 这... 不能不能滚过去吗? 好吧... 这样... 啊... 这边滚不过去... 上面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东西了... 直接... 下来吧... 好... 哇... 这个不太...不太好啊... 大剑... 这是几... 这是4... 800多的伤害... 我们现在是多少的力量... 5点的力量... 一开始... 这个生锈刀行只有... 112的DPS... 还是有多少的DPS... 现在是... 变成了... 已经到了... 将近500的DPS... 等于这把是... 800多伤害... 对燃烧敌人的那些伤害... 投掷一颗手雷... 这可能是要... 是要换一下的...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 攻击是可以秒人了... 但是前进是要... 是可以打到敌人... 这是什么... 碎肉者... 有一个... 这个... 这有点太流氓了吧... 这就是... 他台2了... 自己撞到了陷阱上... 这也... 这也能陷阱啊... 打不到吗... 这门在6分多前... 就被封印了... 我估计... 现在呢... 可能就是... 你打熟练之后... 没人能去尝试一下... 这种比较... 就是需要... 封印的这些门... 我觉得现在... 由于是在游戏的... 哇... 游戏初期... 我还是对游戏的机制... 跟地图什么的... 不太熟悉... 所以说... 可能就是打卖点... 这些封印的门... 我之前... 我之前... 现在好像是看不见啊... 之前看好那个封印门里面... 我是能通过这个地图... 是能看那些... 就一些宝石之类的东西... 哦... 哇... 嗯... 需要加血吗... 这应该... 应该还好吧... 应该是不用加... 哦... 有西瓜不错... 另外... 看到西瓜... 觉得... 我想起来了... 食谱... 好... 我们前三种食谱... 都已经试过了...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攻击比高真的是... 非常的好使啊... 随便就... 见到敌人就随便... 随便打一下就直接... 敌人就直接挂掉了... 啊... 这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 一个陷阱吧... 哦... 居然不是陷阱... 手雷3... 我估计就拿上两个手雷吧... 啊... 这个放置是能... 燃烧油... 手雷加一技能... 哦... 等于是... 哦...等于是有些... 有些物品是可以加技能的... 等于是你的... 力量... 技能跟生命... 嗯... 这地图的下边没有... 那边没有探测到... 我外星有什么... 我比较好奇... 可能... 我是想去看一看... 果然是有人... 果然是有人... 这地上有个符纹... 哦... 需要... 需要这么激活... 哦... 这个挑战区域...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感觉我们现在... 比较... 比较强... 等于是1分20秒... 不能被击中的情况下... 杀光所有敌人... 哇... 哇... 好吧... 我想知道... 我这个被... 是被什么打了的... 是... 就是... 这应该不是上面那个人... 扔... 扔给我的... 我在这可能是... 第一个人啊... 就是... 第一个人... 他可能是... 这个手雷... 他是往上扔的... 结果这个手雷... 又掉下来了... 我是没有... 没有注意... 这个挑战符纹... 我觉得还是... 可能你要是要... 要多打... 这个走上面... 哎... 哇... 这个... 这个好... 好复杂... 大剑还是... 攻击率确实很高... 但是... 攻击频率也是... 也是有点慢... 需要... 需要注意一下... 不... 好在他好像是... 你攻击的时候会扔一个... 一个手来啊... 那样游戏好卡呀... 这真的是... 优化需要... 需要好好优化一下... 这边是... 我的CPU居然使了40多... 诶... 怎么打到吗... 怎么打到吗... 好奇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能抡到的吧... 可能是... 就是... 这可能是一个... 两人高... 还是两格高... 你要是一格高... 可能是能... 能给... 能给抡到... 可能两格高就抡不到了... 这下边有什么东西吗... 我记得之前好像... 这边是有... 对啊... 这边是有... 有这个传送符文的... 哦...等于是... 这个是能带... 带我们到监狱深处... 哼... 等于这边是可以解锁这个门... 我觉得我们先去打打... 那个下张地图叫壁垒吧... 还是叫什么... 没有... 没有记错的话... 我觉得... 这上面还会有东西吗... 我主要觉得... 这张... 这个壁垒这张图... 还没有打通过... 等于是一直... 一直在这个上面在死... 哼... 一个... 踩刀的敌人... 造成50伤害每秒... 并导致8.6伤害每秒... 我觉得不是... 伤害不是很高... 我先把这个手雷给解锁了吧... 好卡呀... 28%的CPU使用率... 这实在是... 实在是不太明白... 是为什么... 我估计就先去解锁这些新的物品了... 有新的物品的话... 去解锁这些新的物品... 这个是... 这是一个主动技能... 把等于是使出来... 或者说呢... 是... 就是投资到这个回收金币上来... 我觉得还是先把一些... 这些新的技能先给解锁了吧... 看一下手雷... 2... 造成19点伤害... 并点燃敌人3秒... 39伤害...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手雷... 1给换了... 哦... 就等于是... 地上会一直的燃烧... 这个就可能是... 就普通手雷... 直接扔一下... 炸一下敌人... 现在呢... 我觉得... 我生命值呢... 是有点... 就是还没有升过生命值... 攻击力要是蛮高... 是很... 100... 不是100... 是攻击力是已经升了5级... 等于是... 接下来... 我要是有机会的话... 看看能不能是把... 把我的生命值是再提升一下... 另外... 现在也是要要注意... 就是... 我有手雷可以使... 不过目前我玩... 玩游戏还是有点... 不是特别的... 习惯吧... 就是... 不习惯自己用游戏的技能... 哇... 这手雷... 燃装手雷这么大的... 游戏范围... 这边我很... 我很担心... 就是很担心... 我掉下去... 掉下去就直接... 哎... 我现在才想起来... 我...就是... 其实... 感觉这个大剑... 并不是非常适合... 适合在这... 这张... 这张地图上... 真的是有点... 有点... 速度有点慢啊... 初期的敌人游戏... 感觉上不是特别敏捷... 你随便打一下... 敌人就... 就死了... 给敌人浇上可以燃烧的油... 有时候我可以用这个油... 配合我的燃烧手雷... 但觉得好像燃烧手雷... 已经是可以把敌人打... 打... 想说中毒... 能给他打点着啊... 觉得没有... 没有必要是... 用两个东西... 斯巴达草鞋是吗? 嗯... 中断敌人... 死亡时... 尸体会爆炸... 这又是加一技能... 我可以把我飞刀替换了... 但是... 我觉得还是不换了吧... 这张地图上... 我记得好像之前是那种... 飞行敌人会比较多... 还有... 那边又有个加一力量... 就是飞行敌人比较多... 这个东西还是... 我觉得飞刀还是蛮蛮不错的... 又一个... 封印的门... 好卡呀... 在十分钟前就被封印了... 呃... 我估计我就... 初期就是先... 呃... 就不去... 哇... 怎么这么卡呀... 我就不去... 去管那些... 封印的门什么的... 可能就是... 初期呢... 我觉得还是花... 花时间去... 探索... 去升级自己... 应该是会... 效果会更好些... 能打到了后期... 我熟练之后... 看看... 没准是... 看下这些封印的门里面... 那这个游戏怎么... 怎么... 优化做的这么的差... 我真的不太觉得... 是我... 说是我的... 我的系统不达标... 我系统应该是很... 很达标的... 这个效果不错... 我估计就先用远程攻击打了... 所以别人... 基本上... 死光了呢... 再去... 好像... 掉了好多细胞啊... 还有猫... 应该是没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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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于是... 我想知道... 就这些东西... 你要从上面掉下去... 会... 会掉到一个... 就直接会摔死吗... 还是说会有... 还有一个新的区域... 还是说是什么样子... 我这么看... 这看不见啊... 我在想...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你掉下去的话... 他会给你... 类似于是... 像... 就是... 超级马里奥里面... 那种... 你可以发现一个隐藏区域... 我在... 我在想... 哦... 有生命了... 不错啊... 目前的话... 我的属性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 我是很满意的...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 哇... 就是... 我的移动速度太慢了... 或者攻击速度太慢了... 导致打这些人... 这些法师有点... 有点吃亏... 嗯... 等一等... 等这两个人看能不能直接... 重叠... 然后... 做死他们... 这门是干嘛的... 这好像不叫做伞... 这应该叫踩死了... 这个踩... 踩人的攻击是根据你的... 是根据你的... 这个... 这个就是... 我的攻击速度有点慢... 然后... 我就先加个血吧... 又一个血... 先去... 先去... 先去把血加了... 我是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手雷可以使... 但我感觉上... 现在手雷也是... 造成了多少伤害啊... 还是我的... 肉搏攻击伤害高... 嗯... 胡桃夹子... 加1技能... 投掷手雷... 对中毒敌人... 都拿伤害... 我的... 补器是什么... 1190... 这是804... 我估计还是拿这个剑吧... 而且这个剑... 是对燃烧敌人... 造成100的额外伤害... 有时候我应该是... 先用手雷... 把敌人点着... 然后再拿这个剑去打... 应该是这么样子... 或者说... 我买两个... 战场手雷... 可能... 战场手雷是... 战场手雷2... 战场手雷4... 但我的手雷3... 是能加1的技能的... 所以说... 可能不是特别的... 特别理想... 我会还是先买... 买这边的... 这个卷轴了... 我觉得卷轴就是... 这就是对我们人类... 自身的一个... 一个提升... 应该是最... 最直接的... 这等于是... 你怎么买... 他都是不会出错... 有时候技能... 我觉得... 没准... 这人是咋来的... 我觉得技能... 可能是... 你会... 没准会... 遇见一些... 就是能被... 被其他技能... 给替换的... 现在我的... 是不是我这流血伤害... 等于是... 120的普通伤害... 流血是有... 171的伤害... 这么高... 哇... 我觉得我光... 光用流血... 就能把技能给... 留死了... 那也可以把这人... 踩死... 真的是... 真的是... 好高啊... 直接就用流血... 就可以了... 这上面有东西吗... 刚才我是从上面... 爬上来的吧... 那边过不去好吧... 我以为是那边还有... 好东西可以探索的... 这上面过不去... 那边有个法师... 按错键了... 哦... 这什么玩意儿... 闪电光束... 打了1400多伤害... 还是要... 多用一用技能... 我觉得... 又... 又把技能这场给忘了... 反正上... 配合上... 就算你... 我觉得你就算你技能的... 等级低... 但是你使的话呢... 也是会比... 会比布什要好... 这个有点危险啊... 我觉得直接踩了... 谁都没踩到... 可能探索的不是特别的... 有规划性... 我觉得还是先把... 右边先探索一下吧... 可能这右边是一个死胡同... 我觉得... 好手里会把敌人击退啊... 这边果然是一个死胡同... 好手... 哇... 嗯... 先加血吧... 那... 敌人的伤害... 我不觉得是因为... 我有什么... 就是... 做的不对啊... 我是被攻击到... 这肯定是不对... 但是我不太觉得说... 我是... 因为什么没有做好... 导致... 这敌人伤害变高了... 应该不是... 可能他... 敌人就是这么高的伤害... 应该不是说是... 比如说我... 被敌人... 从背后攻击了... 或者是什么... 这是干嘛的呢... 这边是... 推了这么半天进... 开了个门... 喔... 黑色大桥... 哦... 有意思... 还好是多看一眼 这个打的打的不太好 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大剑实在是 就是攻击速度有点慢 对于某些情况下呢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特别理想 尤其是像我觉得像现在 我们攻击力很高 虽然说是能把敌人秒掉 但我觉得你要是拿一些快速武器的话 应该是能更快速的把敌人杀死 所以说遇见像刚才那种 就是敌人很多的情况下 可能尤其是你攻击速度慢 所以说你攻击力的优势 并不是特别能体现出来 反倒是会 就是尤其你攻击速度慢 就是没法第一时间消灭 更加的危险 这是一把武器 长按不放会造成暴击 但要小心不被这强大的力量反噬 这等于是这算是远程武器吗 这个跟弓排的了一块 这边是 这是肉搏武器 这飞刀是远程武器 又卡住了 还是我的恩键快坏了 这边有什么 有这个玩意儿 把这个解锁一下 别的呢 闪电光束 我这也解锁一下吧 还剩四个 弓我是目前觉得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随机进战武器 为达成需要再接锁一件物品 这还是剩下的东西就都 好像是能 碎热走四 对踩到敌人造成六五伤害 并造成流血伤害 十一场每秒 需要你在附近才能运作 对燃烧敌人有伤害加成 对流血敌人有伤害加成 他自己就可以造成流血 是吧 也就是说 应该是不错 这个玩意儿呢 闪电光束一千多伤害 哇 暴击时加百分之二伤害 这暴击怎么暴呢 长按不放会早上暴击 但小心不被力量反馈是干嘛的 敌人死亡时势力会爆炸 我觉得这是不是 哦 好吧 我在想 我用这个碎热走 把我的 这个手雷代替了 就等于是用手雷先把敌人点着 然后再用碎热走 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不错 这边是1197 有2700多伤害 好像是变黄了 是暴击吗 现在是变黄了 我就 我就不 我估计我就不去乱使了 因为刚才好像是被被我反就是反射之后好像伤害还是蛮高的 这点是打boss 还是说这个boss就只需要打一次 好像还是要再打一次 但这回我的build跟之前不太一样 相当于是 这 哇这个这个感觉好厉害 这什么东西 钉入锚 这是钉人锚还是钉入锚 怎么感觉这么奇怪的字体 看着像钉入锚啊 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碎肉者是 它有血吗 还是 它有没有血 五秒充能时间 这东西有血条 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根线连着 这等于是我在给它充电 等于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运 在一定范围内才能运作 我猜这可能是游戏就是防止你 就是直接 直接丢在一个东西不管 然后就把屏幕外面给打扫 它是不是在防止你这么做 这下面是什么呢 这回到好像之前好像是20多 我上一次打的时候好像是20多分钟的时候 是把这个 那个门是封印了吧 我有12个细胞 这是一个钉入锚吗 击中靠近墙壁的敌人石爆击 但是毛的话 由于是攻击距离比较长 我猜应该是不错 我现在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解锁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解锁 其他东西应该是都解锁过了 这个也是都解锁过了 我觉得现在开始解锁这个毛吧 怎么这么卡 卡到现在连这个东西都关不上了 好吧 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蓝色的是没有效果 就是普通的伤害 然后进入黄色东西是一个 天哪 是一个暴击伤害 然后你再按的话就会就会把你暴击 我估计就是你是可以可以怎么着 刚才我打暴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这个东西很好使 就是你可以一直的对敌人使动 一旦你打到敌人伤害 就是敌人身上伤害显示暴击的时候 你就可以松开 我基本上觉得除了boss 只要是这个这个攻击打出暴击的话 敌人可能就已经都已经快不行了 没有 没有点点到啊 这伤害怎么样 好像一般 这么多人 我现在觉得我这把慢速武器在这里不是特别好使 但是 我不会准就是打着稍微的稍微的小心一点吧 好危险 他自己掉的来了 他又掉下去了 这边有个东西可以进去吧 这边有个东西可以进去吧 这边过去吗 可以过去 这能直接打死吗 直接打死 现在我觉得不太满意的是我的武器感觉上速度太慢了 对付这些有 尤其是有这个自爆蝙蝠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用技能打 死亡之球 我觉得 没有必要 可能我多试一试这个 这个叫什么 闪电光束 可能试一试闪天束 来 等于要小心不要被反馈了 哦 哇 这么快 天哪 打得我都没法还手 等于是 嗯 比较有意思 等于是这张地图是你有很多的屋子可以进 是吧 对 我主要是 地形不太好 哇 哇 还是加斜了 这打的不是很好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把武器不太适合打这个地方 攻击速太慢了 呃 一万五千块钱 盾的话啊 我觉得这个光束应该算是一个远程的伤害 所以说不能把我的武器给给替换了 所以说主要这是六 加一生命对燃烧敌人造成伤害 我现在是什么 也是对燃烧敌人造成伤害 但我觉得还是买这个力量吧 这个我是觉得 没有错啊 这个绝对没有错 当然有错的话呢 可能我再后悔 总之现在我还没有后悔 我就一直这么买了 诶 这边出不去 是吧 这边出不去 是吧 我现在微有点担心 就是我的血量 有点 我怕会不会 这什么东西 大炮 跑吧 好像不是很精打的样子 呃 我想 我想让你跑到那边来 哇 panic了 哇哇哇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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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太 就是 哎 我N错了 这地方真的是不太适合这个慢速武器啊 这个僵尸好像速度特别的快 我等一等守雷 我怕这个蝙蝠把我炸死去 另外这个房子我进去过吗 这个房子我进去过吗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记不清了 好像没有进去过 或者说我可能是用 哎 忘记了 这 嗯 好像是这个心脏对诅咒无效 是吧 我觉得还是 还是算了 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回合 我是不想被 因为这个诅咒 就直接 直接死掉啊 我在这个诅咒呢可能就是 对操作好的玩家应该是会比较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打不到是吧 打不到是吧 还带后座力 他后座力越来越大了 他那个炮是 这怎么打呢 我要是 这不会炸到我吧 我要是没有远程攻击手段 那个拿大炮 怎么打 那这为什么有个 传送 好一点 就能电到吧 就电到 哇哇哇哇哇哇哇 这个炮弹还会往下滚 还有 那边还有挠呢 等于是左边 这怎么上去呢 这个我完全没有意见 我有点 现在有点眼睛有点花 还是有点累 我老是感觉上这个地方你走着走着 有可能会掉下去 现在呢 我觉得打到这么靠后了 我就要是 就要玩命的小心 走一步 看一步 不要 不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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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边也可以过去 我是 我就才想起来 这边 好 这边有个 这个房间是没有进去过吧 为什么这么卡 那我现在 我觉得这还是游戏优化问题 好一些 哇哇哇哇 找事 我现在武器攻击速太慢了 好 这边 所以说刚才不太清楚该怎么打 那个 那个僵尸很快 所以说我是觉得 我跟他硬碰碰碰 他要先把我的 攻击打断 我估计呢 就是直接是 还是用 用技能慢慢磨了 这个真的是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好打 能上去吗 能上去 这是 这又是跑哪来了 哎 好 我panic了 天啊 这个好危险 我现在唯一不满 不满意的就是 我的技能我很满意 虽然说技能只升 一级都没有升 武器升了八级 但是 攻击速度太慢了 这个挠挠是能干嘛的 哦 等于这是往下 往下涨一个漫头 嗯 没有血 这怎么 这怎么打呢 好危险啊 刚才那个 就是不太清楚 那边那个自暴蝙蝠是怎么 怎么被杀死的 而且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卡 哎 这有点太流氓了吧 这我都还撑不到 这我都还撑不到 哇 哇 这个 我要这么点血 我想 我想知道那边那个那个僵尸它为什么一直卡的地方不动呢 我知道还有一条命 但是 可行的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啊 但总之我就 我没有意见 就 这好像是没有 能打到 那这个守卫应该是能不能给炸死吧 这能打到吗 能打到 受到伤害 减少百分之三十 我觉得这关我要是直接死掉的话 我是可以把这个 这个护石给换上 还是 稍微的注意一下 这个 这拿大炮的人好可怕 他还会拿这个 还会 还会拿大炮直接 直接打你 这样有 有个问题是我们 我觉得好像是往右走吧 应该是 前进方向可能是右边 这样我是往左边再往回看一看 如果感觉上这个左边好像有些东西没有没有探索完全是吧 这个门应该是我们上来的门 就等于是这个地方没有探索完全 这真的是太可恶了 我没有想他会能打到我 我以为我站在这没有事呢 结果他把我打到了 这样 这等于是左边还有一条路 还有一些东西能探索 右边呢 应该有个护石吧 那护石在哪 我们先把护石拿 这能降低30%伤害 我觉得现在我已经生了五级的血 我觉得 敌人 这个地方就是敌人他的伤害太高了 血皮的话也是不够 你只能打这么一个区域只给你两个元素皮 还好是有这个漫头可以解锁的时候还可以再上来 还好这是内脏 看着不像内脏啊 看着像一个花瓣 加了点血 加了点血 倒是不错 加了好多的血啊 只不是加了一点血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 我的攻击速度太慢了 估计就是不怎么使我的这个普通攻击了吧 我可能是多使一使其他的攻击 人这边是没有 我们就可以这么过去吗 这个屋子里面是什么 这个屋子里面是什么 我觉得就直接用落下攻击打得了 这是这个 天哪 这是这个区域的宝箱 什么样 电鞭 激晕的敌人造成25伤害 死亡爆炸 1100多 闪电光束是1700多 我觉得闪电光束可能留着打一些血很高的敌人会更有用 但是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大剑给换下去 对燃烧敌人增加伤害 这个是对激晕敌人增加伤害 我应该是没有能打激晕的敌人的吧 这个不太 总之感觉很奇怪 我就还是不 不使了 我主要怕是突然换了武器 就是不太适应 而且那个电鞭我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一把武器 我是怕不适应 结果是造成是你中更多的招数 这个大剑呢 虽然说不是很好使 但是我已经适当的 它的一个攻击节奏什么的 我也是稍微有所 有所适应 能变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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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是没有耐心啊 嗯 怎么打 啊 敌人的射程应该是有限的 所以说 就只要是跟人慢慢耗应该就可以了 就死了 就死了 只能死了 又一个门 哇 好我这攻击攻击太慢了没有打出来 结果我我也紧张我直接是跑开了 结果是中了中了好几招 好 那这个是又就又到达下一个区域了吗 墓地 我现在已经没有血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血了 我觉得我们就赶紧赶紧前进就好了 这不会是直接 还是还好是可以可以加血 但是 但是死亡之球是一个主动性 我现在在升级的东西有有什么 正在升级这个 钉入矛还是钉人矛 别的应该是都已经解锁了 这再升级就是增加一些伤害 这是能直接解锁 这边还有一个死亡之 死亡之球 召唤一个移动火 但伤害极大的能量球 100伤害每秒 35 这个我觉得先把这个解锁好了 而且呢 应该是能 对能掉出来 2000多伤害 等于是伤害比我低 但是暴击时将近有4000的伤害 像前方发射箭矢不错 死亡 尸体死亡是爆炸 等于是少了燃烧伤害 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 这我就直接换一下了 别的呢 好像还有这个死亡球是吧 先投资一下 看一下这玩意儿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攻击速度很快 墓地 这是又有boss呢 还是说 是什么呢 这攻速很快 比我比我想到中的地上是什么 哇哇哇 哇这个有点有点过分吧 这个有点 跟我想不太一样 等于是毛类武器打这儿是特别的不适合是吧 这怎么打呢 我肯定是没法用这个东西打 这个东西是 这是什么地方 等于地上那个玩意儿 这完全是打不到人的 我为什么刚才 回到入口 我怎么是我看花了吗 刚才我看看那个箱的时候 我看他好像有蛇头 斯巴达草鞋 将敌人踢开 对流血 敌人造成30%伤害 死者身上会爬出一群咬人的虫子 这个草鞋 我主要是他攻击频率很慢 主要是类似于是一个打断手段 我觉得就 就不去死了 就不去死了 我怎么 刚才是刚好是有点卡 传心器 传心器 怎么这么卡 这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不太清楚 总之 哇 我猜他是不是会把我抠过去 这等于是这边打完了 还有一个一个门可以进 老是觉得又一个左箱子 算了吧 我已经打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边直接因为贪婪 直接是中诅咒死 我觉得就太不应该了 我现在伤害就是比较 比较高 所以说是可以直接 就可以直接是强行的把敌人给 把敌人给打死 哇 这边 咱这个敌人死亡时候 身上会出小鸟 我觉得 还有开锁 打不坏是吧 我是想利用这个武器的攻击射程 直接是能不能打到门 门另外变点 这个毛 总之要不是说这边有太多鸟的话 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还有还有人 而且这个鸟 这帮鸟感觉它的AI设计成就是 设计成你专门它去 飞到你脑袋点上去攻击 哦 这有点不太好 先把这远程干掉 还有更多远程 先打远程 如先打远程 什么都不行 这怎么打 它怎么死掉了 好奇怪 它是怎么死掉的 我感觉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发闪电呢 它怎么就死掉了 发现挣了好多的钱啊 那现在也是没地儿花 这是我在燃烧某 我燃烧有多少伤害 28伤害 28伤害 不是很高啊 可能是那些敌人 他就是没有多少血吧 我猜 回到入口 这什么东西 硅VR的key 这是墓地的钥匙 写什么开往地狱的大门 哦 发现秘密 给了一个手雷啊 等于是造成对冰冻地上伤害 对燃烧敌人伤害 我觉得燃烧手雷还可以留着 我把这个手雷换上去就可以了 对碎肉者感觉上 觉得伤害很低啊 等于是每秒46伤害 然后流血是7.8 我不再清楚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可能是你就是 这应该是属于那种你搁在地上 你就不用管的那种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DOT 我觉得可能是由于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说是比较 就是他的伤害不是很高 我觉得可能要是比如说你有些 有些武器 比如说是对流血敌人造成百分百伤害 的话你要是有那边那个 碎肉者在的话 应该是能很好的就是 让敌人保持一个流血 我觉得应该是 这我们看不见 那边什么东西 那边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我要一路往回跑是吧 跑跑回去 但是咱们不要这么卡好吗 哎 我的问题啊 好在是血家伙 我也比较喜欢那个等于是像血缘里面 也是马上攻击可以回血 可以回血这么一个部分 这应该是副武器吧 这应该是副武器吧 伤害很低 补兽价呢 我觉得还是用我当前的武器好了 我又有箱子 等于这是发射箭矢 伤害加百分之六十 发射箭矢 这边还是敌人身上掉落六只箭矢 什么叫敌人身上掉落六只箭矢 这是我现在想可能可能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就是我这游戏中应该是你远程武器 他可能是你要是一直射就是这个箭矢 好像我记得之前好像有提示 说是插到了这个敌人身上 是不是你用这个武器的话 会会生成一些箭矢 可能是这么一个样子吧 能电到吗 哇 我明白了 可是这个敌人要先死 好危险啊 右边还有东西是吧 我觉得先把这个右边的这个东西给给探个完 又有一些内脏 我 我是在怎么被打到了 我还请你加个血 不是不是 吃了他 哎 这个有好很有意思啊 那边是墙上专门设计一个裂缝 让你这是在帮你呢 还是在害你呢 嗯 不太对 怎么感觉上我的闪电没有多少伤害呢 1000多伤害 可能是飞出来的那些敌人 我不太清楚这个游戏中敌人有没有抗性之类的 我的手雷是什么 对燃烧敌人造成100伤害 我应该是先扔的火焰手雷啊 但这手雷只有120伤害 我才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吧 哇这个这下面不太好打 9 9 20 好危险 我好像是被这个敌人给勾过来了吗 这些鸟的AI也是感觉上非常的聪明 等于是 错了 我可以直接坐死了 我是被什么打了 应该是 是这个敌人死亡时 尸体会爆炸就成171伤害吗 我感觉上这个好像这个爆炸伤害是一个 是一个持续性的AOE伤害 我们过来好像是没有 可以看下面这些尸体好像在爆 它可能是爆的时候就一直有效果吧 可以看这么这么多的伤害 这边应该是这个尸体爆炸 我在现在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属性 我没有赶到 哇 这个真的是有 是越来越难了 等于是他还会 我的暴击很很厉害 哦 等于是 哎 他怎么过来了 好像是 好像这种一格的东西 他应该是能能过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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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人吗 那边那边这是什么情况 那边有人在 在在费血 等于是这个人会制造战争迷雾是吧 好 这有一个 一个刺儿自己走上去了 我打了个什么东西 可能是一些背景物品吧 怎么又卡了一下 做地窖 哼 等于是上边还没有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新的区域 我的血瓶倒也是比较充足 我觉得把这个地区探索完全吧 等于是一开始的地方是吧 这不太对啊 没有没有看这地上有没有 就有有没有刺什么的 这下边应该是绕一圈绕回来了 是吧 上面没有东西 下边呢 有一个符文 真是好卡 这边就是 我觉得这是卡 等于是影响了一些游戏的 游戏的一些这个体验 这边应该是没有 我没有东西了 还是有 那个隐身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不是隐身就是 怎么下面还有个 哇 这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会把敌人隐身的那个敌人在哪 在这 哇 这个也太坑了吧 天哪 我真的不太清楚刚才应该怎么着 等于是我正在 就是在进行的一个 一个动作的一个转换 我也是没法把自己的动作给取消 好像是没法取消吧 总之是 太坑了 我怎么是飞出去了 那个大怪 是那个大怪打的吗 就是拿着像图乌一样的这个怪 用力 就是 所以 这个 大怪 我会被垫住 我好像不会被垫住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就有点问题了 这两个人怎么办 哇 加血 这会打到我吗 天呐 这两个人的连击 打到我是 我刚才是完全被连住了 是连动都动不了 哎 哦 等于这 哦 明白了 那这里有两攻击 一个是拿钩子勾女 一个是好像是踢你 踢你的那个攻击 是攻击速度特别的快 还可以有闪光 加一力量 我这手雷是什么 只有120伤害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用 这东西呢 不受距离限制 我觉得 把这力量买了 我可能想买一个闪光 因为是可以 这伤害真是很低 但是是可以 控怪用 其实火焰手雷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 我觉得 怎么这么卡 我觉得就先不买了 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 现在没有什么 就这个控怪 可能不是特别的有 有效果 我现在主要怕的就是那种会自爆的蝙蝠 就等于是 吵内脏是吧 那边那个 那个 architect 这点是只能去这个地窖 现在 哇 好危险 其实这个手雷是一个只有2秒的一个充能 所以说 应该是 打那个蝙蝠的话 应该是能更好的 能给打出来 这样把这个死亡之球给解锁了 100伤害每秒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主动技能 9秒充能 造成140伤害每秒 对中毒技能增加伤害 可能从伤害来讲 火焰手雷的总体伤害 应该是比这个手雷要高一些 但是你要用这个手雷呢 还是用 这是140伤害每秒 缓慢移动 我猜可能总体伤害应该是这个死亡之球伤害更高一些吧 这还剩下19个细胞是吧 应该是没有解锁东西 应该是 是一些弓 我觉得弓不是很重要 这些都已经解锁过了 好 就是再升级的话 就是增加一些伤害 我觉得还是去升级这个钱吧 其实可能血瓶会更壮一些 但现在 这总结都是生不出来 我觉得就算了 这什么名的话 守望者 这是boss吗 这应该是boss吧 哇 呃 哇 哇 天 这怎么 这怎么打 这什么 我不用上去了吗 这是什么 这章鱼 这个长矛打倒是比较比较好打 哇 这个假血 我就肉薄了 直接给你血冰 这完全打不到啊 哇哇哇 等于是就是 没少一点血 就会进一个阶段 是吧 我明白了 哎 哎 什么情况 我现在基本就是随便打两项 然后怎么还有 我就随便打两项 然后就随便翻滚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 哇哇 这个怎么还会冲锋我 这个冲锋有点太快了吧 怎么怎么躲 很好 哇哇嗯 哇嗯 嗯嗯嗯嗯哹 这是什么 好像是有一个AO一放电 似乎 那 我怎么uffy 你能踩吗 踩不到 我还有一个血瓶是吧 这有点多 这有点多 天哪 还好他的攻击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很明显 他要打你的时候 会出现非常多的红色的 这个 哇哇 哇哇 哇 结果有点快对啊 这有点太快了吧 哇 这个这个太快了 我 我有点不敢上了 这怎么打 这怎么打 好吧 这样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 这个boss明显就是 你用肉搏打 就是特别特别吃亏的boss 我觉得实在是 总之也算是学到了 感觉上从打这个boss之前 一直是我觉得等于是你 就是加力量这么一个 这种build我感觉上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直到我打了那个boss位置 才发现是 真的是很吃亏啊 等于是他乱跑 我猜可能是能 就是你紧追他的话 没准是能 就商业能输出更高一些 但是相应的你飞鞋也是很多 现在我也是只有两个血瓶 我觉得血瓶要是能再多点的话 那个boss没准能打过 但是我也是不太确定 到了后期的那个阶段 他也是全涂的喷喷导弹 就是喷那个绿色的激光一样的东西 我也是感觉上不是特别的能跑 不太清楚该该怎么躲 可能是 我可能是我的副武器不太好 我要是能找的一个攻击力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副武器 没准是那个boss打起来会更好打些 或者说 就是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打法 总之感觉上就是 他乱跑打不到 这是我最 就是最担心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也是反正是第一次 第一次打 估计再多多打得太好了 那个boss一个好的就是 他所有的攻击都是会 就是有提醒 这等于是他 攻击前都会有些红色的一些 像探号啊 或者一些诡计 总之能告诉他他有攻击了 我死的时候应该是死在了 他的一个链机上 他是 他好像是冲锋我吧 冲锋完之后是周围放了一个AOE 我好像是 我可能是 我被冲锋到之后 我可能是我滚的方向 是正好滚进了那个AOE中 总之被打死了 也是 我觉得这个游戏中的很多敌人吧 他的链机还都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你要是说不知道 中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被链死 倒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机制 不过这期就先录到这了 也是非常喜欢 我们下期见